10月18号下午4点半 一卢州男子在江阳区矿场镇与他的爱妻举行了一场婚礼 但婚礼的现场啊 却与一般的婚礼有所不同 我们一块去看看 我现在是在江阳区矿场镇 一对爱人在这里举行婚礼 但是婚礼的现场却少了一份热闹 多了一份宁静 少了几分欢笑 却多了许多的忧伤 因为这是一场特殊的婚礼 在我旁边 新郎将要迎娶的是一位已经离开了人世的新娘 新郎紧紧拥抱着新娘的照片 为他点燃蜡烛 寄托自己的爱思 也许现在他与新娘交流的唯一方式 只剩下内心的期盼和眼角的泪滴 婚礼的新郎官名叫何彬 今年24岁 他和妻子罗兰于2008年相识并相爱 2012年底登记结婚 同年有了自己的孩子 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开始崭新的生活时 一场噩梦却悄然而至 2013年10月8日 夫妻俩在福建一家建筑工地打工时 其组罗兰因为不小心从建筑物的高处跌落 而永远的离开了他 俗话说 一夜夫妻百日恩 想起之前的美好画面 河滨几度港夜 对王妻的思念之情难以言表 想她的时候只有看看她的照片 看看她的照片 看着看着就睡着 睡着偶尔也要惊醒 经常都在 反正就是睡着睡着 就会梦到她掉下去了一瞬间 为了弥补妻子生前的遗憾 10月18日这天 河滨带着女儿回到卢州老家 在众多亲友的见证下 为逝去的妻子补办了一场婚礼 老婆我答应你的婚礼 我已经知道了 我希望你在天上看得到 往后的生活你打到怎么办 怎么办呢 把孩子带好 对她一个满意的家带 她在天上会看到 河滨所做的一切 让所有人为之感动 河滨的家人对她的做法 也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婚礼现场也聚集了许多街坊邻居 看到这钟情的一幕不禁潇然泪下 同时也送上了对他们的祝福 首先觉得很感动吗 反正我们也是刚到这里 反正她就有点特别笑的感觉 挺感动的 我希望她一直都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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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把自己的孩子带来 隐约都要去 为什么认为这种大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